这次大选的竞选期呢 虽然只有短短11天 但候选人面对排山到海的竞选活动 早上忙着拜票 晚上又要政治演讲 那睡不饱之余 再加上吃不定食的情况下呢 不少候选人一个星期多下来 都成了熊猫眼 但为了争取选民的支持 大家还是拿出跑铁人三项的毅力 把握最后的时间来全力冲刺 接着来我们要看这个沙拉越特派记者 蔡新慧 宋美珍及王健 透过镜头带你感受一下 沙州候选人忙碌紧凑的拜票行程 一大清早六点 普京的三里巴沙已经是闹哄哄的 而实弹兵火箭候选人张建仁 也早已出动 展开巴沙拜票攻略 后面呢还跟着一票 穿着红衣的助选员 沿路派发西蒙的竞选宣言 你看张建仁 和民众又是打肩 又是握手 不时还停下来小聊几句 这招呼是一路从街头跑到街尾 手是一直从发沙握到商店 再握到茶餐室 还真没走过 忙了一整个早上 好不容易终于可以坐下来好好休息 可是就连吃个早餐 也是一口面包一口水 转过身又和同僚 讨论竞选工作 偶尔呢还得接一接 响个不停的电话 每天早出晚归 马不停提的败票 小后的可不只是体力 还有精神 让记者都忍不住想问说 YB你都不累吗 差不多一两点吧 睡觉五六点起床 打选战本来就是这样的 会累吗 讲不累是骗人 不过应该还是还可以熬得过去 这个是整个国家的民主运动 这个最关键的时刻了 我们也希望说能够在这七天八天 给予我们的101% 不要留下任何的遗憾 形成满党的张建仁 在匆匆果腹之后 又继续赶往下一站 马不停你现在要去哪里 马上去中部 处理一些事情一下 好 再见 5月9日见 对手是全面备战 来自人连党的沈桂贤 也没有再松懈 身为沙州房地部长的他 还得出席各种活动场合 行程同样也是排的 满满满 早上才刚到小学 出席校园邓图里 中午又赶场回到总部 最后开记者会 活动是一场又一场 有时难免又要扯开嗓子 造势演说 为了保持肾英宏亮 身为医生的他 可是有自己的一套央生之道 秘诀就在于 他手上的那一杯饮料 为了保住声音 台下民众还会跟着 摇旗呐喊 叶力十足 部长贵人是忙 才刚结束演讲 就一个剑步冲上车 准备赶往下一个演讲地点 就联系着 难道 问你一个问题可以吗 只是问你下一场去哪里 也碰了一鼻子灰 车门一关 就扬长而去了 但在卯足权力备战之余 各位候选人 还得好好照顾好身体 才能以最佳状态 来面对应战